特區政府從來都非常重視 盡快能夠讓香港的居民可以免檢疫回到內地 努力從來都沒有鬆懈的 但是你說現在的目標是什麼時候呢? 我的目標是越早越好 不過我必須要重申 如果能夠大致通關 都是一個有序 是由小到大的通關的情況 換句話說 這個規模在開啟的時候是很小的 是會有配額的 我們也再次提交了我們的意見 而這些意見是會落實執行 大家往後會看到方方面面 我們都會加緊這些防疫的措施 稍後公佈以往就住海外或者內地進入日本的面檢疫 即是一些所謂的豁免的群組 大部分的豁免群組也都會取消 只剩下一些非常有緊急必要性 和香港日常運作有關的人 譬如一些跨境的貨車司機 仍然可以是免檢疫 這些措施我們成熟一項就會推一項 來達至希望中央可以更加有信心 讓我們可以通關 全都放棄了 我覺得我們要愛照 做個定物 作詞